安济桥又叫什么桥? 安济桥又叫赵州桥,因赵县古称赵州而得名,始建于隋代,由匠师李春设计建造,后由宋哲宗赵旭次名安济桥。 赵州桥建造时选用附近州县生产的质地坚硬的青灰色砂石作为石料,采用圆湖拱形式建造而成。 因时间流逝,行人车马的流动,桥身有损坏。 唐真元八年七月,赵州桥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,直至1958年,赵州桥经历大规模的修缮,共八次。 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年代久远,跨度最大,保存最完整的丹孔坦湖厂间石拱桥。 1961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